嗨,大朋友们,小朋友们,你们好,我是爱多绘本的燕子。 今天,我们要分享的故事是《秋天的魔法》,是由长江出版社出版。 一夜之间,天气转凉了,今年的秋天终于来了。 你是否发现,随着秋天的来临,我们的周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呢?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,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吧。 暑假结束了,炎热的天气一点点的变得凉爽。 阿卡拉,阿卡拉,开学的日子到了,快看,小精灵号校车来接小朋友们上学了。 嘿,快点,校车要开了。 农民伯伯种了许多尖尖的棉桃,这时的棉桃变得又黄又干。 呼尼啦,呼尼啦。 哇,尖尖的棉桃里吐出了像云朵一样的棉花。 这些棉花看起来软软的,绵绵的,好舒服呀。 快看,一群大雁和野鸭飞过来了。 它们正准备飞向南方过冬呢。 乌多沙,乌多沙。 它们展翅飞上了天空, 一会儿排成人字形,一会儿排成一字形。 你发现了吗? 树上的叶子也开始有了变化。 有的是深绿色, 有的变成了浅绿色。 阿布拉,阿布拉。 没过多久,所有的树叶都变成了金色的风景。 真是太美了。 风吹着落叶,在空中转圈圈呢。 沙渣,沙渣。 大地上铺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地毯。 走在上面还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呢, 真好玩。 住在森林里的小松鼠们也开始忙碌起来了。 它们在忙什么呀? 原来它们正忙着往嘴里塞满巷子, 带回家呢。 阿里巴,阿里巴。 瞧,小松鼠的家里堆满了食物, 准备过冬呢。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。 果园里的苹果堆得像高高的小山。 阿里拉,阿里拉。 妈妈把它们做成了超级美味的苹果派, 这是我最爱吃的。 秋天的南瓜也丰收了。 走, 我们去挑一个黄沉沉圆滚滚的大南瓜吧。 沙罗拉,沙罗拉。 别忘了,在十月的最后一天, 还有我们期待的万圣节呢。 花里鼠一家也很忙。 它们在秋天挖了一个很深很深的地洞。 咸罗拉,咸罗拉,咸罗拉,它们在洞里冬眠呢。 天气越来越冷了,孩子们找出了棉帽和花毛衣,裹上了厚厚的衣服。 咸罗拉,咸罗拉,给稻草人也穿上毛衣,戴上棉帽吧。 嗯,这样冬天来的时候,稻草人也不会冷了。 秋天,再见,冬天就要来了。 你们准备好了吗? 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 小朋友们,听了故事,你们知道秋天有哪些魔法吗? 让我们走进大自然,去观察秋天,寻找秋天吧。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,别忘了点赞和订阅哦。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,拜拜。 如果还想听什么有趣的故事,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哦。 别忘了点赞,分享和订阅,谢谢,下周见。